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加勒比海的英属维尔金群岛一直以其美丽的海滩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著称 在之前的分享中,我们介绍了Grand Scrub, Steel Point Peninsula和Buck Island 今天,我们将分享另一片私人海岛天堂,Ginger Island Ginger Island坐落于维尔金戈尔达岛和库珀岛之间 位于托尔托拉岛和牛肉岛的东南部 距离当地机场和渡轮不远,交通较为便捷 这片外形酷似生姜的私人岛屿占地258英亩 且地形多样,包括海拔百米的小山和平缓的山丘 从山顶可以观赏到加勒比海和英属维尔金群岛 其他15座岛屿的全景 岛上的火炬松和罗望子树形成了茂密的植被 而海拔200至300英尺的平缓山丘则为未来开发提供了无限可能 岛上还拥有一个长约120米的小池塘和多个绵延的海滩 为度假圣地的打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Ginger Island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南侧由桑贝和YGO贝 共同构成的一对巨大的新型海湾 周围是一片未受破坏的海滩 以及红白两色的红树林和灌木林 海湾之间坐落着一个被称为约翰詹姆斯角的600英尺长的半岛 海拔约75英尺是私人住宅的理想选址 海湾的中心位置被水和堤山包围 周围的岸礁只有最有经验的水手才能进入 具有绝佳的隐秘性 这里也是各种海鸟的棲居地 包括白鹿、仓鹿、蹄湖、冰玉、军舰鸟和玫瑰燕鸥 岛屿的四面八方都有许多潜水地点 为水废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探险机会 此外,岛上还有许多适合福钱的区域 可供游客欣赏水上风景 Ginger Island目前是一块尚未开发的私人岛屿 拥有永久产权 因此,新业主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将其打造成私人海岛庄园 亦或是世界级潜水度假村 与英属维尔金群岛上的彼得岛 内克尔岛或瓜纳岛相媲美 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